保护好朱老太爺 诺 想抓我 没那么容易 陈谕 你还是乖乖跟我回去见皇上吧 皇上 朕派你去寻找碧罗天 你却带着花不器逃跑 竟然还结了狱 陈谕 你可知罪 非臣知罪 既然你认罪 只要你把东西交出来 朕就留你一个全尸 东西 非臣不知道皇上要什么东西 死到临头还跟朕装糊涂 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切 你为什么藏匿 必罗天圣女花不器 皇上秘告朱服 与东方反贼勾结 要严惩朱服 不弃天真烂漫 又身世可怜 他才刚回到朱家 和朱家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臣实在不忍他才受到牵连 一时糊涂 想带他离开朱服 臣违遍了皇上的旨意 臣罪该万死 不忍他 但是皇上 非臣真的不知道您要的什么动静 更加不明白 不计怎么会是 什么碧柔天圣女 朕的爱妃已经告诉朕了 你知道花不器不是七王爷所生 难道你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非臣的确不知 那你可知地图和圣物在哪儿 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两样东西 臣渝啊 臣渝 朕问你 你却什么都不知 好 那朕再问你 你怎么确定 一定会有人接囚车 而且还向官爷进了兵 朕派阿福去找碧罗天 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朕怀疑 那东西就在你手上 你不交给朕 难道是因为你也想找到宝藏之后 谋反吗 为什么不敢 皇上 非臣如果真的有那样东西 明知回来是死 为何还要回来 皇上若是不信 立刻去臣世明便可 本妻叫宝藏之后 回来是曾经在这里 何要回来 我没有吧 借杂 不意 我说我 你也别害了 因为知道这事 就成全你 多谢昂山 此臣已死 还臣父子请拜 朕的匕首 如果再入两分 也必死无疑 臣的性命固重要 臣父子的请拜 臣对皇上的依品忠信 能够让皇上看到变客 传太医 怎么样 没法治了 走吧 皇上 玉儿他怎么样了 东平郡王胸口 伤势凶险 失血过多 臣恐怕 恐怕什么 你们三个老家伙 如果医不好玉儿 朕就让你们去陪葬 臣恳请皇上 赐下北朝所进宫的百年老身 臣当竭尽所能 救治郡王 立刻去拿 再有任何名鬼药材 都不需要跟朕请示 朕只要臣欲活着 臣遵旨 朕只要臣遵旨 你 皇上 皇上 东平郡王 城府深不可测 难以掌控 他违背皇上命令 将花布器藏了起来 皇上 却还为他疗养至伤 皇上此时心软 恐怕日后 后患无穷啊 你到底要跟朕说什么呀 皇上不忍对东平郡王痛下杀手 那就废去他的武功 以免得 东平郡王自私还有退路 不肯完全听命于皇上 朕听说 你和玉儿是一块长大的呀 是的 但看这个样子 好像你和玉儿 有很大的仇啊 臣不敢 臣只是担心 东平郡王怀有一心 臣一心想着 帮着皇上分忧解难 至于我与东平郡王之间 倘若日后证明 是臣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臣自当向郡王爷请罪 臣一片泉泉为君 为国之心 还请皇上明察 那你这么一说 就是朕错怪你了 臣不敢 起来吧 起来吧 就按你说的去做 谢皇上信任之恩 臣郁走了这么多天 洪水都快帮他解满了 前几天还有消息传回来 怎么这两天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他到底是遇见什么朋友了 这个少爷没跟朱姑娘说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老太爷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臣郁走的时候 就说他快到了 都走了这么多天 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会不会老太爷出事了 朱姑娘啊 你就别乱猜了 派出去的安卫 昨天传信回来说啊 朱老太爷是路上受风寒了 所以才耽搁了 过几天准到 你没骗我吧 我哪敢骗你啊 朱姑娘 那传来的信呢 给我看看 信我给烧了 朱姑娘你了解我的 我办事那是小心谨慎 看完我就给烧了 我倒觉得 你是真有事瞒着我 老实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真没事 真没什么事啊 你不告诉我是吗 好 我自己去查个清楚 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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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外面多少人找你 你要出去出什么事 我怎么跟少爷交代啊 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让我心里有个数 总比我偷偷跑出去 你找不到来得好吧 你也知道啊 我最擅长逃跑的 行 那我把事情告诉你 但你得答应我啊 得安心待在这儿 行 你快告诉我吧 就是 朱老太爷让皇上给抓了 所以少爷去京城救人了 老大爷真的出事了 不是 朱姑娘 你一定要放心 你想啊 少爷武功那么高强 肯定能把人救回来 是不是 这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 会不会陈宇也出事了 不行 我要去京城 朱姑娘 你可是刚刚答应过我 要在这里安心待着的啊 可我现在就是安不了心 我担心陈宇 担心朱老头 你要我这就干你的消息 我办不到 小刘 要不你跟我一起出去打听打听 朱姑娘 你就别为难我了行不行 好好好 我不为难你 我肚子饿了 帮我弄点吃的吧 朱姑娘 先吃这个 垫垫肚子 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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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别出去啊 朱姑娘 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我担心陈宇 我得出去打听打听 朱姑娘 你快回来 你听我说 你先开门 朱姑娘 朱姑娘 参见郡王 嗯 这是皇上特意命人给郡王 疗养身体的补品 这什么补 回郡王的话 这是皇上御赐的香 可以提神醒脑 可以帮助郡王 早日恢复身上的伤 你去帮我禀告皇上 就说等我伤好了之后 会主动扣卸谎 皇上说了 郡王与他毕竟血脉相连 皇上还盼着郡王 早一些养好伤 再为皇上效力呢 皇上只是希望郡王 安心静养 早日康复罢了 你去帮我告诉皇上 就说京城守备的儿子元崇 他酿的酒对刀伤甚好 能否让他送一坛过来 诺 奴才这就去办 奴才告退 皇上果然还是不信我 看来 皇上没拿到东西之前 是不会杀我了 他说要元崇送药酒进来 是 那就让他送 准元崇入宫看他 不过 要时刻关注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回来跟朕禀告 诺 元崇 你怎么把我爷在这儿啊 你可算来了 长青的事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可是七王爷唯一的子嗣 他怎么可能谋反呢 更何况我们三个人从小一块儿长他 长青什么样的人 你不了解吗 在皇上面前 你怎么也不替他求求情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为他求求 皇上现在可在气头上 我说再多也是无意的 我劝你一句 此事事关重大 你最好不要谈我 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皇上生气他有个理由吧 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吧 更何况 这事是你经手的 难不成 你真的有长青谋反的证据 我告诉你啊 有那也是假的 那是别人陷害他的 事关重大 无可奉告 你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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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儿 故中传来消息 郑王爷说 三家您泡了药酒 皇上安准您 进口给郑王爷送药酒 你不用看我 长青叫你去 你去便是 你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去问长青吧 送药酒 长青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袁公子 郑王 袁公子到了 有了公公 袁公子客气了 这是做奴才的本分 皇上知道 袁公子与郑王是兄弟 许久没见 肯定有许多话要说 特意叫奴才遣散了众人 让郑王与袁公子 好好说说话 多谢公公 那奴才告退了 长青 你怎么受的伤 严扁重 没什么大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你怎么就被说成魔法了呢 那 来 长青 你要的药酒 我给你带来了 我加上药酒啊 对治疗刀伤见伤 那可有奇效 要不是你要的话 别人要我还不会给呢 皇上不让你去查什么憋罗天吗 你怎么会以模仿的罪名 被抓起来呢 我连一课的身份 被皇上知道了 皇上怎么会知道呢 是剑飞 剑飞 他怎么这样啊 来 坐下 这么有求荣的东西 我本来也不想告诉你 我们三个人如今走到今天的地步 剑飞早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他为了往上爬 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我告诉你 就是让你心中有数 以后别被他利用了 在权力面前 兄弟的友情就那么的不堪一击吗 别想太多了 总之 我们做兄弟的 不曾富过于他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我长时间没回去 不去恐怕会不顾危险来进城找我 你替我照看好的 若是他有什么难处 你要定力相助 放心 你好好休息 我过几日我再来看你 幸亏连一课闯荡江湖多年 知道如何解这个图 知道如何解释个图 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我过几日再来看你 幸亏连一课闯荡江湖多年 知道如何解释个图 远处 谢谢你的要求 白大人 咱们改日再议 好 那我先告辞了 白金飞 你干的那叫什么事儿 我们三个人从小一块长大 跟亲兄弟没有什么区别 你怎么能卖友求仲出卖长青呢 亲兄弟 你们一个七王爷之子 一个京城守备之子 我一个岌岌无名之辈 怎敢与你们称兄道弟 你 你说的那叫什么话 我说的没错吧 从小到大 你们对我有几分真心 几分假意 我心里清楚得很 也许你现在 对我还有几分真心 可他陈玉 不过是将我视为跟班罢了 你说的那叫什么屁话 长青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他带你不薄 你 你怎么能忽乱猜疑他呢 带我不薄 多么施舍的语气啊 没错 我当年只是一介不一 你们肯依尊将贵与我为伍 真是委屈你们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们一直不都是好朋友好兄弟吗 恐怕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吧 你 亏我们一直把你当成兄弟 把我当兄弟 你要真把我当兄弟 为什么陈玉 连衣课的身份只瞒着我一个人 而为什么他一开始就防着我 你 即便是这样 你也不应该出卖他呀 我说的没有错啊 林医克的身份 又不是我捏造的 如今我效忠皇上 当然以江山设计为先 陈玉一心护着花不弃 这就是与我朝为敌 即便将来我手刃他 我也在所不惜 你 刚才那一拳 就当是我还你这些年对我的情意 想必从今以后 你也不想再见到我 我也不想再与你浪费口舌 你我就此恩断义绝 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后悔 路是我自己选的 好 娘娘 娘娘 平儿 我让白大人找到你 又恳求皇上让你入宫 你已经进宫几天了 怎么还是这么茅躁 你要知道 宫里可不比明月山庄 平儿知错 平儿只是有要紧的事 要向娘娘禀报 所以才心急了一些 你们都先下去吧 诺 什么事 东平君王病软禁在昭辉殿内 二侠下受了伤 你说什么 肯定是那该死的划布器害的 皇上还没有抓到划布器吗 没听说他被抓 那长青的伤重吗 具体情况平儿也打听不出来 只知道日日有人给昭辉殿送药 应该伤得不轻 不行 我要去见长青 娘娘三思 真的 以娘娘现在的身份 要是被皇上知道 娘娘私自去见东平郡王 恐怕娘娘刚刚得到一点恩宠 就没了 反而要被砍头的 你可知道我现在多心急想要去见他 我哪还顾得了这么多 娘娘 娘娘 娘娘要是去见东平郡王的话 还是等入夜了偷偷去看吧 夜黑风高好隐身形 更安全一些 凉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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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梁 冲朗 什么人 站住 你是什么人 我是清妃娘娘的贴身丫鬟 刚进宫不久 在宫里迷了路 不知道清妃殿往哪儿走 原来是清妃娘娘的丫鬟 那你起来吧 我告诉你怎么走 两位大哥能不能拉我一把 我刚刚好像脚崴了 起不来了 脚崴了 来 试着走走 怎么样 没事吧 好些了吗 好一点了吗 我好多了 我好像好了 没事了 谢谢大哥 那行 赶紧回去吧 嗯 清妃娘娘的宫殿就在前面 好 谢谢大哥 不客气 走吧 你怎么在这儿 张青 张青 我终于见到你了 听说你受伤了 伤得怎么样 严不严重啊 已经好多了 你为何会在宫里啊 我 一言难尽 那日 我被花布器所伤之后 被白剑妃救了 白剑妃将我 献给了皇上 如今 我已经是皇上的妃子了 真是世事难料 没想到 你会成为妃子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放弃现在的一切 我可以帮你出宫 清妩 我不值得你这么冒险 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 只要你愿意放下花布器 和我双宿双飞 我可以帮你 谢谢你哥了这么久 还愿意帮我 可是真因为这样 我才不能骗你 更不能利用你 我的心中 只有不器 我还愿意 花布器 到底有什么好 值得你这样 我到底是哪里比不上他 情不知所起 一望情深 在我心中他就是我的唯一 请我 其实你做皇上的妃子也好 至少不用像以前一样 打打杀杀 也能过上锦衣玉石的生活 也好 可我并不觉得好 妃子不是我想当的 而你明明就知道 我的心中只有你 秦虎 皇上贵为天子 你要知道 我现在只是一个接下求 你当真不愿意跟我走 即使会被花布器给害死 你也依旧爱着他 是 可现如今 皇上已经知道他是碧螺天圣女 如果他敢来救你 就是自寻死路 你怎么知道不及时碧螺天圣女 是你告诉皇上的 对 是我告诉皇上的 我猜出他就是碧螺天圣女 我要他永世不得安宁 我恨不得向全天下日 宣告他的身份 你 生气了 想杀我吗 只要你现在把外面的侍卫叫起来 让皇上知道我叶慧晴朗 定会杀了你 我们一起做一对亡命鸳鸯 也不错 来人 军王 怎么了 又叫玉玉过来 我伤口有些痛 诺 还有你 扶我去场边休息 诺 军王 你没事吧 皇上没有抓到花布器 肯定是掌亲 把花布器藏了起来 如果花布器知道掌亲在皇上手里 平儿 你觉得他会不会过来自投罗网 他好不容易藏起来了 应该不会吧 花布器 我倒要看看 你对掌亲的爱 到底有多深 娘娘想怎么做 我让你帮你 臣妾给皇上请安 爱妃 你怎么来了 国事繁忙还请皇上保重龙体啊 不知是什么烦心事 可否告知臣妾 也让臣妾 替皇上分担一二 说起来 这件事和你也有些关系 与臣妾有关 自打你进宫之日起 朕就下令 全国通缉你口中所说的主上 和拥有城王腰牌的东方石 可这么久过去了 两个人依然是时辰大海 有两种可能 一 就是他们逃到了荒芜人烟的地方 二 就是他们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各州府 有官员在给他们做掩护 皇上 依臣妾看来是皇上想复杂了 此话怎讲 碧庐天预言不是说得碧庐天宝藏者得天下吗 臣妾认为只要得到碧庐天宝藏 不论他们如何绞翻天 也不足为惧 爱妃啊 你天真了 朕从来就不相信什么 得宝藏就能得天下 夺天下 哪是那么简单的事 只不过 这句话 在民间相传甚广 我怕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 不管如何 得到碧庐天宝藏 总不会错嘛 只可惜 现在臣只抓到了朱八爷 和陈玉 而那花步器 依然是下落不明 臣妾有一计 可以让那花步器 迫不及待地 来到皇上身边 说来听听 皇上 只需贴出 东平郡王和朱八爷 一个月后 斩首示众的公文 并已谋反罪 对花步器发布 还补文书 只要他一个月不现身 东平郡王和朱八爷 就会伸手易出 臣妾相信 为了他祖父和陈玉的性命 花步器很快就会来到皇上面前的 妙计 妙计啊 爱妃 果然是朕的智囊啊 能为皇上解忧 臣妾就知足了 启禀主上 大理寺已经发布公文 除此陈玉和朱八爷 花步器的海埔文书 也已经传遍了各地 消息可靠吗 可靠 皇帝这么急着想要得到花步器 看来 他已经知道花步器就是生命 想要得到花步器 哪能那么容易 船连哥哥按上 盯顶长门和关道 只要花步器一出现 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带回来 不 堂堂一个君王 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段 来引周丫头过去 不行 周丫头会有危险 我得亲自过去找他 少爷 我们马上就要跟皇帝开战了 这个时候您不能离开 别败 站住 侍儿 你为什么总在花步器的问题上 不分轻重呢 因为我爱他 我不想让他死 你爱他就可以在骑兵关键的时候 肆意妄为吗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父母吗 他们都希望你能夺回江山 你看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若是皇帝把竹丫头抓了过去 我无心打仗 你怎么会有事 如果花步器被抓了 你更应该第一时间 占领碧楼天所在的位置 邱仲仙 这样皇帝即便得到了圣女和圣物 他也进入不了碧楼天拿到宝藏 只要他进入不了碧楼天 花步器就是安全的 你知道吗 让她来 这些木材 这些木材 的 这些木材 原来 语言 哪 有 语言 时间在耽误了 我必须尽快见到皇上 才能够救他们 我这是中府的朱珠 我要见皇上 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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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给我带走 诺 走 走 来 快看 带他去叶主上 敢当我们官爷的路 不想活了是吧 有声 带我 师父亲 快上马 驾 驾 快 跟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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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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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回头 就是你 大哥 我去苏州府找你 才发现朱府已经人去腐空 没过多久 就传出皇上通缉你的还不文书 前几日 也听到城门外的官兵谈论 知道你就在这附近 所以我一直在找你 你 有些人是什么 谢谢大哥救了我一命 父亲 你现在不能进京城啊 皇上在通缉你 你这样去找死你知道吗 大哥 如果皇上抓的是你娘 难道你不会去救她吗 那我送你进京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有我陪你 我们 我们可以查一查出把爷的消息 对不对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父亲 我觉得 大哥 你知道那天你娘对我做的事吧 虽然你刚刚救了我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而且我现在是朝廷通缉药犯 你若是帮我 莫夫也会毁于一旦的 正是因为 我知道我娘 对你和你娘所做的一切 我知道我这一辈子也还不清 我只是希望 你能给我一个 替我娘赎罪的机会 你